Hello,City One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于奇葳 奇葳当初好像说大学毕业才开始走延营圈 为什么会想走延营圈这条路呢? 其实,为什么这么久才会想回走延营圈那条路? 其实可能一直以来都没有想真正走 但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从小就看我妈演戏吧 所以会有一种想法就是觉得她很棒 然后她常常在台上闪闪发光的样子 就慢慢的变得很崇拜她,很憧憬她 所以最后就也想让我试试看 所以那时候好像一入行就去金马当地奖人 会不会觉得突然压力很大? 就其实我觉得我进到演艺圈 我会接到一些工作都是因为我妈妈的功劳 可能别人会觉得说新二代要接到工作比较容易 确实我们会比较有其他比较多方面的工作会来找我们 但是要承受的压力也是会蛮大的 那你自己怎么调试? 我一开始还蛮不适应 我是一个很喜欢看那个新闻底下评论的人 我从国中开始就会看 因为其实我国高中的时候就常常跟我妈上一些新闻 然后标题就会很夸大地说什么方文灵女的 什么超美然后什么笑话什么的 然后自己有问yes 有吗?有!我第一次看到这种标题很开心啊 然后我就点进去然后滑留言 然后发现哇这些留言好可怕哦 然后那时候年纪还小 其实不太能承受这些 刚刚说你很在意人家的评论嘛 那你身为新二代看到你爸妈之前的新闻 你回想起来会不会影响到你? 就是你爸妈离婚这件事情 他离婚那一年可能对我影响还蛮大的 我那时候才小学一年级吧 那时候还小 所以我也不知道离婚是什么意思 可是只记得他们就是 我妈就是很沉重的跟我说 就是他们要分开了 然后他跟我跟我姐一起说 然后他说完我们三个就抱在一起哭 然后后来我就去到学校 就很多同学跟我说 他有在新闻上看到我爸爸妈离婚这件事情 还有一个比较不成熟的同学 他就是用笑的方式对我说 他说看到我爸在 我爸跟我妈道歉在新闻上 然后那时候我就很难过 就是为什么自己家里的事情 要被大家知道 我也没有说会讨厌我爸爸 就是因为他们两个就是都还是会照顾我 然后我妈也很开明 也都会让我去去找爸爸 你现在有公司吗 还是还是自己做 那你有自己对自己有什么规划吗 没有耶 但是目前有在 找新的公司 然后有认识新的经纪人 就是目前有在先合作看看 但是还没有签约 然后目前就是先忙这个 炸裂把女孩的事情 其实我会一直觉得自己可能不适合 因为感觉参加这个节目压力要很大 而且他们还跟我说就是会有很多那个新人 录第一集的时候到现场看到 大家都是已经很有名气的人了 所以我这时候压力更大 那你怎么排挤这个压力 因为其实里面还有很多比赛啊 就是大家要竞赛什么 体能应该体能应该没有问题 唱歌也很厉害 我体能表现不好 录前几集的时候心情不太好 因为我也不太会交朋友 然后又压力很大 所以我整个把自己太紧绷了 所以也表现得不好 可是我后来就是有转念 就觉得说 其实一开始表现不好也不会怎么样 因为我觉得我到节目的后面 我一定会慢慢变好 然后这样才会让观众看到我的成长 转念之后再投入演艺圈 你有想不到社庭孙 那时候点或什么的 就是你有你有想说如果做到什么样就继续 还是就这样就 可能就跟之前的规划一样 就是推出演艺圈 有这样想吗 可能就是重重看吧 但是 有自己设定一个两年的期限 再两年 你有说你来参加这节目是 自己的时候说不要让自己太敷衍吗 你会很敷衍 有时候 会啊 但是最早的话什么状况 就像参加这个节目之前 我就觉得 自己之后的表现可能是最后一名之中 但我最近有学习正能量一点 然后在赛前就相信自己可以做到 你会表现得更好 那回去有跟妈妈讨论吗 我有跟爸妈讨论说应该要怎么样会比较好 我妈就是叫我放松就好 然后享受过程 不要太在意输引 然后我爸爸是说 他觉得我现在很好 因为我爸爸都会只会对我说好话 你是不是做什么事都会先想 自己在脑中转破一遍 会考虑很多 怕失败 是以前有什么不好经验吗 也没耶 就是自己想很多 对啊 而且我现在太穷了 你太多穷啊 很穷啊 都没赚到什么钱 然后就会不敢再开始新东西 你会想要交男朋友吗 现在没有钱 哈哈哈哈 我的人生还很长 我还年轻 你有想过自己要大概几岁结婚 还是没有想过要结婚 可是我对结婚就是还好 目前也没有很想要是小孩子 所以就是看缘分 但我觉得至少要30岁后 就比如说你们有一起出去玩 对不对 聚会 嗯 就是跟这些同队的在一起 相处有比较 又有让你觉得稍微比较好一点 就是在结婚里面 感觉上自己有没有稍微 放得开一点 现在是跟大家都很好 不只是跟我们的队友 我在一个环境里需要还蛮久的时间 才会慢慢习惯 然后我现在就是 比较蛮热 对 所以我现在已经习惯了 所以自己也开始比较放松一点 然后表现也比一开始好 如果未来像他们如果有什么 像全民兴运动会 你有想参加吗 哈哈哈哈 哦 我觉得那个太难了 先不要 哈哈哈哈 参加这个已经 我已经蛮累了 这个me weer 如果能 stepping占"? 就那是